我跟你講你如果要拍的話來我這邊建議啦 唯一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對我們政論圈唯一有電影製作經驗的人 我們要決定類型 你是要劇情愛情動作武俠 如果你要武打片咧 我們就可以參考葉問的原型 我們現在要提案嘛 然後審慶慶出來 我要打10顆 審慶慶來沒有錯 我要打4顆 4顆 然後大巨蛋 就佔了10個建商在那邊 然後柯文哲就出來 我要拿10個 然後就握拳 握拳 這個就可以拍 然後黃國昌就要在旁邊哭 柯文哲可以犧牲 但民眾黨不能犧牲 就要在旁邊哭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叫做無間道 橘子一開始 橘子看著BB Call上面寫 有內鬼停止交易 保管錢飛到日報 有內鬼停止交易 然後鏡頭就來到柯文哲跟黃國昌面對面 柯文哲說我想做個好人 黃國昌說 去跟法官說 看他要不要讓你當個好人 柯文哲說給我一個機會 黃國昌說對不起 我要關燈 然後還有什麼 勵志片 勵志片是怎樣 如何從台大醫院地下室樓 走到桃朱影院 對 這個就要用運鏡 就要用麥可貝的運鏡 要用麥可貝 要用很簡短的 要轉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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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東西掉下來 狂派掉下來要轉圈圈 對 人要站著 攝影機頭要繞著他 這樣子越來越高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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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麥可貝的運鏡 但是我剛剛的音樂是神鬼奇航的 懂得就懂 然後走走走 然後最後呢 柯文哲就在桃朱影院上面 扣自己的西裝扭扣 一人之上萬人之下 很有趣 這兩天我發現網路上討論最瘋的 根本不是沈欣欣有沒有壓 彭震神有沒有壓 他們討論Netflix 這對年輕人來說最有感覺 因為沈欣欣超嗆 直接跟檢察官講說 你就不要讓我出去 你出去我就出錢投資Netflix 那我們昨天呢 在我們節目就有公然選角 對不對 唯一確定的訂稿 就是沈欣欣是由范老師出演 不要再講啦 然後豬牙虎是由這個視察貓 因為都是貓科動物 貓科類 可是問題是 Sicu你說 昨天最完美的選角 在網路上出現了 台灣有創作的自由 然後當然也有各個 我認為認同的多元 那昨天呢 有一群好朋友們 他們在網路上 已經做了 金華風暴的海報了 唉唷 這個是 男的美女的帥 這個是主視覺 主視覺 當然要叫主視覺 我們先看一下 角色介紹 除了這個 我們還不確定 柯文哲是誰演 但是我們確定 柯文哲的聲優會到場 對 因為柯文哲現在抓去土城的 這個聲優也沒工作 對 所以讓他早一點工作 至少有個音可以配 那這一個人呢 叫做女神下午茶 他演陳佩奇 這OK的啦 身為一個資深的電影製作人員來講 陳佩奇 非常的不好模仿 不好模仿 有這樣子的 有這樣子混藍天成的角色 我想 女神下午茶一定會發揮得很好 對 那這一位呢 是UG UG在我們LGBT界 也是非常有名 非常知名的一個表演者 那另外呢 這一位是 就是剛剛那個聲優啦 因為臉不太好記 對 八千八的演唱會 他唱四千四不要傻傻的 哈哈哈哈 來 這個人叫JuJu Mike 以前在體育台上班 對 這是體育主播 負責播報這個體育的消息 他會出演 沈慶金這個角色 哈哈哈哈 然後呢 這個是小白 小白演這個 這個就不用特別解釋 因為他長得很像橘子 是 來 這一位叫做豬牙虎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為止發現 豬牙虎戲份最多 是 所有人都跟他有關係 對 然後他也認了 然後他也想出來 但又出不來 對 所以我們找了全劇裡面最重要 因為他可能 這個出現在 呃 電影的時間會是最長 是 找了一個我們的表演者 勾勾 他們叫勾勾 妹的樣子 對 來 最後特別介紹高萱 上過我們節目嗎 高萱沒有上過我們節目 很南約很紅 但他有上過90要克數 上過山林的一些其他的節目 對 高萱就是衣服布料很少的那一個 對 胸肌很大的那個 他特別講他要演誰 你知道嗎 他要演誰 他要演徐國勇 等一下 徐國勇在這段根本沒角色 本來以為沒角色 結果本人親自傳訊息給我們 他說 有啦 阿伯關在土城 看節目只會看到徐國勇 你說高萱 就演阿伯在裡面看手持電視 對 手持電視他們播全國第一 然後裡面出現徐國勇 高萱就在裡面 會不會太誇張 3Q你剛剛講的選角對不對 但選的角色好不好 我坦白講 觀眾心裡都會把刺 可以說劇情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因為神清金要拍一部戲 他這個等於是在威脅社會大眾 他跟他說 你如果再這樣子搞我出來 我叫Netflix拍戲 拍我的故事給他看 你們怎麼淋虐我 對 我聽到這個話 真的是貪污犯在拍他 為什麼缺錢 你這個經濟犯出來 拍說你被刑囚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對 我跟你講你如果要拍的話 來我這邊建議啦 唯一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對 我們政論圈唯一有電影製作經驗的人 今天要拍一部戲 必須要懂三件事情 第一個你要用人 你的團隊哪裡來 選角怎麼選 第二個你要懂市場 你要拍什麼戲 怎麼分級 你的對象 投射的對象是誰 第三個你要懂製作 你不能這個錢丟一丟 人家在幹嘛你都不知道 然後花了兩百億 拍出兩億的結果 然後再來咧 我們要決定類型 你是要劇情愛情動作武俠 如果你要武打片咧 我們就可以參考業務的原型 我們現在提案嘛 然後沈慶晶出來 我要打十個 沈慶晶來沒有錯 我要八百四場 北四顆 然後大巨蛋 就佔了十個建商在那邊 然後柯文哲就出來 我要拿十個 然後就握拳 握拳這個就可以拍 然後黃國昌就要在旁邊哭 柯文哲可以犧牲 但民眾黨不能犧牲 就要在旁邊哭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咧 叫做無間道 橘子一開始 橘子看著BB Code 上面寫 有內鬼停止交易 保管錢飛到日本 有內鬼停止交易 然後呢 鏡頭就來到 柯文哲跟黃國昌面對面 柯文哲說 我想做個好人 黃國昌說 去跟法官說 看他要不要讓你當個好人 柯文哲說 給我一個機會 黃國昌說 對不起 我要關燈 然後呢還有什麼 勵志片 勵志片是怎樣 如何從台大醫院地下室樓 走到桃豬影院 對 這個呢 就要用運鏡呢 就要用麥可貝的運鏡 麥可貝 要一直很簡短的 一直轉場 一直轉場 那個東西掉下來 狂派掉下來要轉圈圈 對 人要站著 那個攝影機頭要繞著他 這樣子越來越高 雖然是麥可貝的運鏡 但是我剛剛的音樂是神鬼奇航的 懂得就懂 走走走 最後呢 柯文哲就在桃豬影院上面 扣自己的西裝扭扣 一人一人之上萬人之下 然後還可以黑幫片桃豬影院 這個神慶金拿個檢驗器 在那邊檢雪茄 桌上有一杯紅酒 然後他就問柯文哲 你嚮往這樣子的生活嗎 Keep your friend close and keep your enemy closer 這個就是教父 黑板店 不要以為只有主角有戲份 配角也有 首先我們可以參考電子情書 電子情書是誰 You've got a mail 租雅虎寫給蔡壁 我們也可以拍黃珊珊的大和劇 大和劇是什麼 日本的連續劇 那個時代劇 他會說 提起我愛你女兒 什麼意思 敵人就在愛人區 黃珊珊帥隊去愛林鄭抓人 Thank you的日文小教室又來了 我們也可以拍靈異片 因為最近有人夢到柯文哲 對 這個很可怕 我們也可以請雷虹 為什麼 雷虹 因為雷虹最會捏橘子 恰恰 有沒有 最後我幫柯文哲講一句話 柯文哲現在最適合拍的戲 是什麼戲 你知道嗎 剛好兩部戲加起來 都在1995年 奧斯卡拿最多的那一年 叫做阿甘正傳 你就拍阿北正傳 阿北正傳 然後第二部戲叫刺激1995 中國翻譯叫蕭香客的救贖 可是越獄的 越獄的 前半段拍阿北正傳 後半段拍如何 不是 我都想好了 你把刺激1995 改成刺激150 哈哈哈哈 刺激2024 刺激2024 刺激20150 好不好 3Q營業歡迎投資 炭202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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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